法国作家波夫阿比夏有一段经典对话 您真爱生活 是的,我爱生活 您从来不曾有过痛苦 有过几次 但是痛苦本身也是生活 聊聊数语 道尽了生活的本质 这世上没有哪种生活只甜不苦 也没有谁的人生能只苦不甜 人生是波澜起伏的 生活是苦难相随的 有痛苦相伴 幸福才会格外甜蜜 有苦难调和 人生的画卷才更绚烂 正所谓 不禁一番寒彻骨 粉的梅花扑鼻香 世间万事 皆有因果 凡是让你痛苦的 都是来度你的 让你痛苦的经历 都会让你更强大 在向往的生活中 演员刘宪华 曾谈及自己在沙漠里拍戏的经历 他每天四点半起床 在四十度的高温沙漠中 连续拍摄十二个小时 时常吊在威亚上来回翻转 他沮丧地问何炯 人生本来就这么困难吗 何炯说 你拍完之后 在电影院看的时候 你就会为自己骄傲的 对此 黄磊说了一段话 让人记忆深刻 吃苦是一件好事 越是没吃过苦的 越悲观 越是没吃过苦的 越沮丧 反而吃过苦的人 更乐观 向上 每个人都会经历痛苦难熬的时刻 当下会很难 但熬过之后便是蜕变 那些流过的汗 摔过的胶 都会变成你抵抗风雨的勇气和经验 这让我想起影后惠英红 他四岁开始乞讨 一直持续多年 这样他从小便学会了察言观色 后来 他进入演艺圈 以武打女星出道 虽不用再乞讨 但依旧不履为奸 拍戏时 常常摔得满身是伤 有一次 他从高处跳下 直接摔倒在地 把腿摔断了 但戏不能停 没有时间给他打石膏治疗 他只好吊着断腿 回剧组继续拍摄 武术指导抱着他 他上半身在忙碌不停与人对打 下半身断掉的腿摇摇晃晃 但他只能忍着 挺住 直到拍完才赶忙去医院治疗 种种心酸与坎坷 不仅没有压垮他 反而练就了他执着 坚韧的性格 最终 在这份力量的驱使下 他从寂寂无名的小乞丐 成长为光芒四射的影后 肖深刻的就熟中说 没有不可治愈的伤痛 没有不能结束的沉沦 所有失去的 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 所有痛苦的经历 终会结痂痊愈 成为你最坚硬的壁垒 钢铁不是一日炼成的 只有在泥潭里滚过的人 才会懂得真正的坚强 你能承受出多少痛苦 就配得上多大的成功 人生如河流 穿过蜿蜒曲折 与疾风咒语 前方便是辽阔的大海 凡是让你痛苦的人 都是来度你的 俗话说 良药苦口利于病 忠言逆而利于行 漫漫人生 有些话 虽听起来刺耳 却有利于前行 刘邦刚入秦宫时 被眼前的美女 和精英珠宝所吸引 她想住在宫中 享受荣华富贵 将士们也蠢蠢欲动 开始哄抢财宝 反快劝戒刘邦说 佩公想平定天下 还是想做富家翁呢 这些东西 都是秦朝灭亡的根由 请及还君霸上 不要留在这里 刘邦根本听不进去 毅然沉迷于酒色之中 谋事张良听闻后 也急忙制止 如今踩入咸阳 天下还未平定 就在这里享乐 日后诸侯进官时 岂能相容 势必又要引起纷争了 希望您能听 凡快的话 不要留恋此地 刘邦听完 幡然醒悟 立即整肃军纪 关掉宫门 退回到坝上 躲过了灭顶之灾 凡快和张良 阻止刘邦享乐 是为了帮他走得更远 还有一次 刘邦的得力干将庸齿 背叛了刘邦 后来 庸齿投赵后 再将刘邦 刘邦虽西才重新启用他 却一直对他的背叛 记恨于心 刘邦本准备杀了庸齿而后快 却在张良的劝说下 不仅大肆奖赏庸齿 还予以丰厚 但他的奖赏 不是对庸齿的原谅和感谢 而是以对庸齿的态度 来安抚想谋反之人的心 作家曹佑芳说过一句话 所谓成长 就是去接受任何 在生命中发生的状况 即使是不幸的 不好的 也要去面对它 解决它 使伤害简致最低 对你说实话的人 或许会阻碍你的想法 但能助你走得更长远 伤害背叛你的人 或许曾让你备受伤害 但无形中会称大你的格局 让你痛苦的人 不一定是伤害你的人 而伤害你的人 也不一定会让你变差 无论是好的坏的 不要拒绝 更无需逃避 所欲之人 皆是你成长的催化剂 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 与其沉沦于过往 不如抬头向前看 凡事让你痛苦的是 最后一定能成全你 前段时间 网上有段很火的视频 一位年轻摄影师 为了摄影画面更稳定 直接扛着摄像机 在健身房训练 他脚下奔跑不停 上身却纹丝不动 时不时还扭转身体 切转画面 妥妥的一个文字 刚开始时 他只能扛着瑜伽电训练 然后逐渐换成用手机 边跑边拍 最终才练就出 扛着摄影机 见不如飞的硬实力 那些让你痛苦的事情 最后会以某种方式 成全你的人生 生活中的一些苦 你不主动去吃 他就会在未来某个时刻 加倍为难你 不想被生活刁难 最好的办法就是 主动吃苦 凌晨四点 很多人还在甜美的梦乡里 作家张萌的闹铃 以叮铃铃响起 起床后 他给自己泡上一杯咖啡 坐在窗前打开书 开启阅读模式 张萌每天都会利用 四点到七点的时间 读一本书 一年下来 阅读三百多本 正因如此海量的输入 撑起了他 一年出三本书的输出 七点后 他会进行半个小时的晨跑 每周至少跑四次 然后回家洗漱 精神兜索地切换到 他企业家的身份 开始一整天的忙碌 由于他经常出差 或参加活动 为了不浪费时间 他直接把车 改装成一栋办公室 经常在车上 视频会议和直播 张萌不停歇地 自转了二十年 把看书 运动 工作 这些旁人认为 痛苦的是融入 成了生活的习惯 他也从懵懂无知的 小女孩 蜕变成了畅销书作者 和青年企业家 想起蔡康永的一段话 人生前期越是嫌麻烦 越是懒得去学习 后来就越可能错过 让你心动的人和事 错过新风景 嫌麻烦 怕苦 是人生路上 最大的绊脚石 人这一生 要吃的苦 是守恒的 逃不开 也躲不掉 简单快乐的事 能让你短暂欢愉 痛苦难做的事 才能真正成全你 在这激流涌进的时代 能破土而出的人 都善于自找苦吃 人生是一场苦难的修行 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说 我们驱行在人生 这个亘古的旅途 在坎坷中奔跑 在挫折里涅槃 忧愁缠满全身 痛苦飘洒一地 我们累 却无从止歇 我们苦 却无法回避 或许 我们曾经历境坎坷 或许 我们前路迷雾重重 无论怎样 不要气馁 更别放弃 请昂首阔步走下去 人生 是一场苦难的修行 唯有历经风雨的洗涤 方可于彩虹 不期而遇 在苦难中 修得一份坚韧 在嘲笑中 修得一份从容 在主动中 修得一份未来 人生 便不需此行 足矣 不需要 不需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